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世达教育的Rowe老师 那今天我想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 金融行业它所需要的能力有哪些 我们说金融行业是一个跌宕起伏的行业 也就是说资本市场表现比较好的时候 整个行业的前景也非常的不错 但是整个资本市场比较低迷的时候 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收入也会比较受影响 所以再做各位同学 如果将来想要去从事金融行业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做好这样一个心理准备 它不是一个持续向上的一个行业 受到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那么如果你要从事资本市场这样一个金融行业里面的话 那你需要哪些能力呢 第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职业道德 这个不用多说了吧 其实在任何一个行业 职业道德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尤其是在金融行业这部分的话 我们会更多的关注 因为你成天是在跟钱打交道的 你如何保证自己的独立客观公正 如何在赚钱的同时不要被抓进去 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没错吧 所以职业道德是我们排在第一位 所需要你们去掌握的一种能力 第二块我想讲的是经济分析能力 有东西说为什么我们要去研究经济呢 因为我们在投资领域当中 有一种方法叫top-down approach 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 什么叫top-down approach呢 简而言之就是 如果你要去做投资 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 你第一步要看宏观经济 选择你到底是在哪一个市场进行投资 比如说是在中国市场 还是在美国市场 还是在欧洲市场 确定了某个市场 比如说我就是在中国市场进行投资 那么我第二步想确定的就是整个行业 我到底选择新能源行业 还是那种汽车行业 或者是石油行业进行投资 选择完某一个行业以后 再去选择某一个股票 叫security selection选股 所以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分析逻辑 如果你要去做投资的话 那肯定第一步要懂得宏观经济 没错吧 这是我们掌握的第二个技能 那第三个技能我想讲的是投资分析能力 也就是说如何去构建一个投资组合 比如说fixed income 债券组合 equity investment 权益市场 股票投资组合 derivatives 衍生品市场 以及alternative另类投资市场 把这四种产品放在一起的话 我们就可以构建出一个大的portfolio 大的投资组合了 所以投资组合的分析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我想讲的能力就是财务分析能力 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做金融投资的 为什么要去做财务分析呢 各位学金融的人 如果你不懂得财务的话那就少了根本 反过来如果你学财务的人不懂得金融 那就少了灵魂 金融和财务是不分析的 在老外眼中它就是一个单词叫做finance 所以如果你从事金融投资 如果你对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 你都没有办法去看懂的话 你会发现你很难对它进行一个现金流的估值 然后呢如何对这个公司进行一个 这个intrinsic value的一个估计 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说财务分析能力 是我们金融分析师的一个必要的能力之一 那第五个我们想分析的一个能力就是 人脉关系的处理能力 因为我们金融行业比较特殊 它是一个跟人打交道的行业 那你如何去跟你的上司进行沟通 如何跟你的下属进行沟通 如何跟你的同事客户进行沟通 有的时候情商比智商更加的重要 没错吧 最后一个能力我想讲的就是音乐能力了 因为我们说现在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以国际化的这样一个趋势 所以你可能碰到的产品 碰到的客户都是国际上的客户 国际上的一些产品 那这样的话 你如何去跟我们说国际上的客户 外国客户进行沟通 如何去看懂国际上的一些金融产品 这是需要你的英语能力的 所以英语能力至关重要 好 下面我们讲的是整个金融行业的一个分布情况 和岗位的一个基本介绍 当然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都是一些框架性的介绍 我们在后续的视频当中 我们都会针对每一个行业的子分类 以及每一个子分类当中的某个细分岗位 做一个详细介绍 包括他平时是做什么事情的 然后他需要哪些技能 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世达教育的官方平台 今天我们先把整个金融行业的框架 给大家做一个梳理 第一块我想讲的是投资银行 投行 这是我们整个金融行业里面最闪耀的一颗星星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整个金融行业的金字塔的顶端 所有的一些我们从事金融或者是学习金融的人都会向往这个地方 为什么他的收入会比较高一些 但是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可能工作非常非常的忙 工作压力很大 你可能出差的机会会比较多 全球各地都要出差 然后你要写商业计划书啊 包括你要去发行债券发行股票 都会需要很多的一些presentation的能力 所以这一块的话 其实如果各位同学比较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像国际上著名的一些投行 比如说高盛集团 还有呢Vogan Stanley这种类型的一些投资银行是比较著名的 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第二块我想讲的是基金公司 那我们知道基金公司呢分为两类 第一类呢是属于公募基金公司 第二类是属于私募基金公司 先讲公募吧 公募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平台 你可以在里面去学到很多东西 尤其是大的一些公募基金公司 比如说惠天赋啊 这种华人基金啊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大型的一些公募基金 那这样的话如果你能够进入这样的基金公司的话 那肯定这样一个福利待遇也非常不错 收入也很好 发展的前景也非常不错 比如说你可以从分析师做起 然后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向portfolio manager基金经理 是这样一个职业发展的这样一个路径 那私募基金的话 我个人建议的话 就是它比较比较鱼龙混杂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进入私募基金的话 你的眼睛要擦亮了 对吧 你要去找哪些私募是比较好的 哪些私募是不太好的 你就可以避免去进入 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 美元的私募可能会比人民币的私募来的好一些 然后外资的私募可能比中资的私募会好一些 这样具体的话要去具体问题具体去分析 我就看哪一个私募可能会比较适合一些 当然风险会比较大一些 那么第三个我想讲的是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部门 分控部门也是我们近些年行业里面比较热的一个行业 也就是说我们说分控部门的话有两个岗位比较重要 一个是分控风险控制 另外一个就是合规 如果是一个比较大型的金融机构的话 这两个岗位是分开的 是由两个专门的人负责的 如果你的公司比较小 机构比较小的话 那可能分控和合规是一个人 一个人做两个部门的这样一个事情 我们知道分控的话一般来讲是做量化会比较多一些 对你的数学的技能以及编程的技能要求会比较高一些 而如果你要做合规的话 合规经理这一块的话 可能对你的法律知识 包括你的会计知识要求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他们所要求的一些技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四个我想讲的是信托公司 在国内信托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国外的话已经发展很多年了 那么信托我想讲的是两个岗位 一个是信托经理 一个是私人财富管理师 那么信托经理的很简单 就是主要是去销售一些 跟信托相关的一些资管产品 包括一些理财产品 而私人财富管理师的话 可能会比较高端一些 他可能涉及到的一些内容非常多 因为我们说现在高净值客户发展非常快速 他们的财富也非常快速的增长 那么如何保证把这些财富能够非常快速的去保值 然后尽量的把这些财富传承给他的下一代 那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资产管理 而是一个财富管理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一个叫家族信托 或者是受险 对吧高端的高额受险 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去实现财富的传承 这个就是我们的私人财富管理师所要做的一件事情 这个对你的要求也会比较高 当然你的收入也会比较高 因为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高净值客户的话 其实你能够赚取的收入 提成比例是比较高的 第五个我想讲的是上市公司 我们说上市公司里面也会有一些金融财务部门 比如说做市值管理的 做一些并购建并收购的 还有一些是做财务经理的 就是比如说我是上市公司的CFO 我如何去看待我这家企业的投资决策 融资决策 如何去分红决策 这些都是跟金融是有关系的 当然财务跟金融我们说过是不分家的 如何保证自己能够使得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 是比较合理的 去找到一些合适的投资的标的 那这些是我们财务经理所要做的一件事情 当然这一块的话 可能会需要你一些CPA的执政人 包括一些CFA执政人会比较多一些 最后我想讲的是一个金融科技公司 比如说蚂蚁金服 京东金融 这一块的是我们近些年才刚刚发展出来的 一个行业的热点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量化投资的分析师 或者做数据分析师 大数据的分析师 或者是做人工智能的一些架构师 这些都是需要你有非常强大的一个IT的背景 我们一直说 你要去培养你自己的金融思维是比较容易的 比如说你考个CFA考个FM 基本上金融思维就有了 但是如果你要去获得一些数学思维 或者是说你的IT思维 这可能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获得的 你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些训练 长时间的训练 你才有可能去获得这样一个技能 所以如果你各位同学将来是学 理工科背景的 或者是IT背景的 转行做金融的话 那么金融科技公司是比较适合你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 如果各位同学比较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可以持续关注我们试达教育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